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佩方小赞 护肤基础般的内容从第一期很多护肤品该不该买开始已经陆续做了四期了 那么每一期都广受大家的使用 因为之前离职的问题,这个系列的视频一直没有更新 那么最近看到很多人私信在问防腐剂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开一期相关的内容的 关于护肤行业,信息的避脸越来越薄了 大家能从很多地方获得到相应的知识 而且很多人都养成了看成分表的习惯 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某些小伙伴们喜欢去一些成分查询网站上去查成分 当看到某款产品上有标红风险的防腐剂的时候就会非常害怕 就马上把它打入到冷宫 但事实上防腐剂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我们实际发生过的事情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曾经掀起过一次浩浩荡荡的除丝害活动 而当时定义的丝害分别是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 你没听错,是麻雀 那么仅上海地区的两次灭雀计划就补杀了将近70万只麻雀 而且大量的捣毁它们的巢穴 险些造成了麻雀的灭顶之灾 那么这件事情放到现在来说大部分都会觉得是错误的 因为懂生态人都知道麻雀其实它算是耸疫鸟的,因为它可以捕杀害虫 而大量的捕杀麻雀呢就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 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参考到这个当时的国情来看 因为我们当时的新中国才刚刚的成立,农业经济的非常落后 6亿人口都要靠天吃饭 粮食到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金贵的 不像现在我们多幸福啊,浪费粮食又不心疼 宠物吃的比人还贵 所以说呢就是说任何的事情啊 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所以当时麻雀泛滥,粮食又稀缺的情况下 两害相较去提侵,那么选择捕杀麻雀在当时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错误的举措 说了这么多,这跟防腐剂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因为我们使用的防腐剂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一个原料或者是一个产品里面 如果说没有防腐剂,菌群呢就会大量滋生 类比成群的麻雀会破坏庄稼一样 那么这些滋生的菌群呢,它也会产生有毒的物质 而这些有毒的物质你即使是采取灭菌的措施也是无法再消除的 我们把这些产品使用在皮肤上 是不是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你会发现化妆品备案检测里面就有微生物这一项 而那些跟我反映用不珍贵或者三物产品烂脸的这种情况呢 可能都跟微生物自身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么有人会问,按照你这么说,防腐剂又是好东西了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嘛 我们刚才也说了,对麻雀的大量补杀呢会造成生态的破坏 矫往过正,所以之后的几年呢 我国爆发了比较严重的蝗灾 一切呢都回到原点,我们还是不得不面临相同的问题 就是粮食又减产 同样的,如果你考虑现代化妆品的发展史 那么防腐剂它也是化妆品行业发展过程中 所必须要出现的,但同样也是会被逐渐摒弃的 根据环境生态学的完善呢 有一部分人开始提出皮肤微生态的理论 主要的核心思想呢是在日常护理的过程中 尽量的不去影响到皮肤均循的结构 让它们形成一个互相制衡的状态 从而保证我们皮肤的健康 不过话又说回来,某些品牌在打起这个概念的时候 防腐记忆却一点没落下 对于无防腐,我觉得在现金的行业中进行普及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么第一是它的门槛有点高 不仅仅是考验配方水平 对它的生产条件和设备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而且一旦这个配方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带来的危害肯定也是比防腐机本身要大得多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即便是它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但是我们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来慢慢的摸索和进步 那么借此机会呢 今天的视频的后半部分呢 我正好也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常规的防腐剂 以免大家谈腐色变 首先呢我回到开篇提到那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小伙伴看到一大堆防腐剂就会很慌 其实呢防腐剂它的刺激性跟浓度是有关系的 而多种防腐剂的复配呢 它其实就是为了减少单一的防腐剂的用量 从而提升整体的防腐效果和它的温和度 举个例子 最常见的呢就是卡松 它通过将刺激性稍小 异菌效果稍差的甲基赛作灵桶和刺激性比较大 但是异菌效果很强的甲基绿赛作灵桶进行复配 达到这种防腐要求的同时 它可以减少了单一的这种防腐剂的使用浓度 降低了整体的刺激 但是话又说回来卡松这个组合呢是洗发嘴中经常用的 但是在呼吸品中是禁用的 因为它的刺激度还是很大 那么呼吸品中单一的其他的防腐剂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里我按照个人心中关于防腐剂安全性的高低 给大家做了一个盘点排序 详细的文字清单呢我也会给大家放在公众号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配方小在恢复防腐 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内容了 我们先来说一下不推荐防腐排名榜的第一位 甲醛释放的防腐 代表成分有DMDM 饮面咸尿 米作丸鸡尿等等等等 那么这类防腐的特点呢 就是它会缓慢的释放甲醛 从来达到防腐移菌的效果 甲醛是什么 我只能跟你说甲醛溶液 就是我们学校医学院经常用来泡尸体的富尔玛林 那么这类防腐呢 它主要是借由破坏细菌蛋白来起效的 所以理所当然它也能破坏我们脚质的蛋白 与此同时呢 它对皮肤的粘膜刺激性呢 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呢 我个人不是很推荐这类防腐剂 第二类呢 是一些低剂量添加的防腐剂 那么代表的成分有 甲醛塞作灵酮 绿板甘米 IPBC等等 那么这类防腐的特点呢 就是它低浓度就会起效 也不像甲醛释放类防腐 有直接的刺激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 它们有可能会诱导过敏反应 那么关于这点 它是有特异性的 就是有的人用它没事 有的人用它却有事 就是你们说的什么 甲质什么 乙质什么的 假如啊 你发现你用过几款 就是出现过敏的反应的产品的话 那你可以好好看一下 那么成分表 是不是都有相同的防腐 或许避开这些防腐成分之后呢 下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三类 尼泊精脂类的防腐 那么代表成分 腔本甲质 腔本仪质 腔本银质 腔本钉质 等等等等 那么这类成分 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呢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一类防腐 它被发现有类磁激素的作用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常念尼泊精脂尤为严重 比如说腔本银质 腔本钉质这些 那么关于这一点 曾经有个朋友 跟我说的一个细思极恐的事情 就是那些大牌 甚至是一些一线的高端品牌 仍旧还沿用这个防腐的 很大原因 可能还是要利用 它类磁激素的效果 从而让你这个皮肤 在使用期间达到很好的状态 虽然听起来是有点害人听闻啊 但是呢也不得不说 就这类防腐呢 对内分泌比较敏感的人群 比如说孕妇啊婴儿啊这样的 我今天还是要避开 这类成分会比较好 那么第四个呢 是本阳乙醇 它呢是一个相对来说 安全性比较高的防腐剂 但它同样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作为防腐剂的同时 也是热感受气 TRPVE受体的激活剂 说人话就是它会引起 灼热感 特别是浓度一高啊 这种灼热感会更加的严重 比较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属于一种神经刺激 不会直接导致皮肤的炎症 也就是发红情况呢 会慢慢的退掉 但是呢 这个防腐呢 也是因人而异的 就是如果你本身属于那种 非常容易发红发热的人群的话 那么这个防腐呢 最好还是要避开 以免加重你的这种情况 第五个呢 是食品类的防腐剂 那么这一类呢 以三粒酸甲 等甲酸钠为主 这类防腐剂的刺激性小 也不引起发热反应 但是呢 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它非常难配物 要酸性环境 PH高了不行 被氧化了不行 和一些表活呢 蛋白质呢 还有沉默剂呢 都可能出现配物禁忌 总之呢 很难使用 所以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我们来讲一下 多元成防腐剂 那么代表成分有 一二乌瓦醇 一二挤压醇 心肝醇 几肌几肌甘油等 像心肝醇和乙肌几肌甘油 这些呢 浓度过高一样 容易出现发热刺痛的情况 乌瓦醇防腐效果弱 用多了潮乎乎的 也很难受 紫牙醇呢 稍微好一点 因为通常情况下 会拿来做复配 因为单一的防腐效果也不好 最后说一下心肾防腐吧 那么代表成分 对腔基本一同 心肾腔酸 心酸甘油脂 和一些植物体积物 巴拉巴拉等等等等 那么这类成分呢 它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防腐剂 但是它们都属于防腐类的成分 那么相比前面的这些 它们的刺激度和安全性呢 显然是要更高一些的 但同样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它们防腐 衣军的能力都偏弱 一方面呢 它们要与寻求复配 同时要考虑于配方的兼容性 另一方面呢 它们的防腐持续性也比较差 相比那些动辄五年保质期的产品 这类产品呢 可能一两年就破该了 不过综合说来 我个人不是很赞成 去一味的追求长的保质期 因为防腐机它造成的刺激 和防腐机本身的用量 是脱不了关系的 那么包括前面说的这些 发热啊 不稳定啊 效果差啊 我个人跟倾向运用辅助方式来解决防腐的问题 比如我们可以花心思在它的包装上面 像如果使用真空瓶的话 由于它避免了化妆品 在使用的过程中 不断的接触空气 那么可以大大的减少产品和均种接触的机会 也提高了产品的稳定性 这样呢 不仅仅可以减少原本要使用的防腐机的用量 还能更好地维持产品的活性水平 一举两得 其实呢 这就有点像我们给苹果套了一个袋 就不用太纠结打不打农药的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真空瓶啊 相对整个产品的开发来说 还是很值得去投资的 毕竟你只花了少量的钱 就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 做划算的买卖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 关于这些防腐机的讲解呢 我希望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 但是我更希望多年以后 行业发展你们考古的时候呢 告诉我这个视频已经过时了 那简单概括一下吧 就是防腐啊 它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你在成分表上找不到防腐机 或者其他的防腐成分的话 还是要稍微警惕一下 看看自己是不是买到一些 山寨或者虚假宣传的产品 那么有机会的话呢 我会尽量给大家找一些 无防腐或者新型防腐的产品 来给大家做一些测评啊什么的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或者喜欢这类视频的类型的话 希望给我多多的一键三连 答应我可以不要再说 下次一定了嘛 我们该整理一下 我们下来看 在我看 我们下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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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